接下來我們現在啃著拿著 正面旁邊沒關係 你就啃著拿著就好了 我要讓各位看一個非常奇特的東西 你接下來仔細看一下你自己的月桶葉片 上下兩邊 其中一邊有一層透明的薄膜 仔細看一下 有有有 有沒有 還有一邊有 另外一邊就沒有了 沒有 一層薄膜 也一樣 沒有啦 還有一邊有而已 來 軟軟的一邊就是沒有啦 一邊軟軟的一邊頂頂的 那個花 還有花啦 如果有老花的 看著看著看 這邊注意一下 接下來我們放在手擋心上 拗面向上 放在手擋心上 拗面向上 拗的那一面向上 都有了齁 接下來我們 碗內對折 來 注意一下 碗內對折之後呢 緊急的這樣 像夾子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的壓平 像夾子這樣對折 像一個夾子 像一個夾子 OK 好 來 那接下來我們找一下 我剛剛說的那一層薄膜在哪一面 在裡面 在裡面 然後那邊我們分兩分 你先核子拿著 你先核子拿著 接下來找一下前面跟後面 薄膜在哪一面 像我在前面這一面 所以薄膜那一面交給一下自己 然後你找一下你的薄膜在哪一面 然後面向自己 然後面向自己 面向自己 對 純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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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純的在外面 好了接下來我們盤著 大力的吹吹槓 吹 吹 來 等一下 注意我這裡一下 來 注意這裡仔細聽了 你頭大力吹都牽不出來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用吸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另外五台嗎 哦 女朋友也當作主要哈 好了 我教那個師傅 我先教女孩子的話 我教女孩子怎麼吸這個的話 你講一下一下 你換完口紅之後 是不是這樣 用吸的 吸的 吸的要吸薄膜 所以要吸薄膜 那你都用吸的 對 我再拿一下 我就不多教了 如果你沒有長長 一起死的話 你就不會了 哈哈 哈哈 computer 你說 天啊 嘛 就是 呦 hoffe quanto 蟴 蟴 蟴 你看 蟴 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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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了 大部分都有跟住 大部分都有跟住 OK 沒關係 慢慢練習 下次我特別介紹一下 你月頭表情 注意我這裡不好意思 注意我等一下再往裡面 我今天會介紹一下這月頭鳥 來 有沒有聽得出來這是什麼鳥的叫聲 這個厲害了 跨美鳥的叫聲 這個就是跨美鳥的叫聲 今天讓各位體驗 是不能叫它來 但是它會被吸引 這個就是跨美鳥的叫聲 今天讓各位體驗 但是它最主要的意思是什麼 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 我們周族人 要這個就是傳送訊息的意思 傳送訊息的意思 我們周族人身上一定都帶著 一件這個 導致 如果是打獵或打仗的話 我們身上一定都會帶這個月頭鳥 就是為了做來傳送訊息的東西 傳送訊息的東西 好來 那今天是讓各位體驗的 這邊我先問一下各位貝賓 有沒有想要帶我去騙孫子用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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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這邊我先說聲抱歉 這個月頭鳥的它的保存期限 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對 它只有兩個小時 因為它的那個婆婆很容易脫落了 所以沒辦法那麼的先吹孫子 沒關係 在市區都有這個月頭這個東西 你再偷偷看待會兒這樣消就可以了 好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月頭鳥 金 金的部分 對 OK 好來 我們第一個體驗的就是我們的月頭鳥 你要是 好來 好來 你 好去 我 不能